九巴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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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巴之友在條境令柴 賣甚麼呢? 替人眼味 全身特快任務 十二十啟行 九巴之友 不如反轉牌來 看看有甚麼賣 這麼厲害 九巴之友 成巴就賣 成巴就賣 一架電巴在這裏 不過放在後面 不知做甚麼 最厲害的是後面的 看看 可不可以反轉牌 看到後面的牌好像賣了三條路線 後面有三條路線 賣出來 有三條路線 去張南 非常之厲害 遮蓋著 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Tony Zhang的頻道 我是版主Tony 今天好人 為甚麼呢? 因為今天是公益金白萬行 今天是11月20日 公益金白萬行 今天公益金白萬行 走邊就是張南的跨海橋 身為巴迷 還是交通迷 我當然要走走 這條路 首先 投管一下這條路 亦都跟大家說說這條路的歷史 交通 很多人 不如這樣 我點了名字 剛才一邊走,一邊講故事 9時50分就會步行 步行這條跨灣連接路 有沒有可以進隧道 進隧道就正好,進隧道的隧道段 還有十分鐘就步行 出發了,9時43分 拿著證就出發了 好,一路沿路走 走到這條影領體育館 真是不為餘力 乳豬紙也有 快點拿一張吧 買一送一照學生優惠 這麼勤勵 好,你這麼勤勵給我一張吧 好,謝謝 不要客氣 辛苦你們了 好,來到這裏 就進這裏 就是這個叫做 張南的跨海橋的連接路 先進去吧 對 就這樣進去 一會一路走到張南橋的時候 先跟大家講一下 起這段路的一些小小的資料簡介 好,交了所有的檢查表 數 數 數 那些 就 是時候去到起點那裏 準備出發 這裏 其實就是在圍景灣本的旁邊 這裏 應該一下 再下一點 就會去到跨海大橋 跨灣大橋 這裏 這裏也是屬於調景嶺地帶 來的 因為這裏 其實這裏 其實這裏 就是調景嶺村 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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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就快開 就快走到去 好了 就做完整個 好像是行車紀錄園 變成行路紀錄園 這樣 由這裏開始出發 開始一路 一路 一路 一路拍片 一路 一路 就 落到 終點那裏 一路 講一講 現在這裏開始講一下 關於 這個 張南隧道興建的一些歷史 其實張軍澳在80年代的時候 開始發展 大家都常聽我說的 就是 張軍澳發展 就先是由 寶林那邊開始發展 去到翠林 由寶林那邊開始發展 到翠林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政府 就會預計到 張軍澳的人口 會超過30萬 那 當年當然會建了一條 張軍澳隧道 張軍澳隧道 就是連接著 藍田和秀茂坪的山 那個位 就是興田那裏 再去到 一出口 就是 差不多近著 寶林和翠林中間的出口 那裏 應付是一個 30萬人口的狀況 再加上 當時又預計到 哇 有這麽高人口的時候 再計算省口 再計算少少少 張軍澳南的地區 需要有一條鐵路 所以 同一時間 在90年代的時候 亦都 開始在籌辦 一些地下鐵路 好 但是 問題來了 問題在於 就是 沒有想到 張軍澳在南面 因應發展的狀況 會繼續填海 繼續發展 其實填了一條領領 都不夠 還要再填下去 還要再填下去 差不多去到 康安城那邊 都填海 繼續整 繼續填海 繼續發展 那 所以呢 就因爲 因爲 因應這個問題 這個狀況 那 就 就發現到 不可以 如果再這樣 再這樣做法 將軍澳隧道 都會嚴重地負荷 那 現在的確都在負荷 其實 將軍澳隧道 負荷 其實都已經是 2010年代 200 700年 已經開始 已經出現了一個負荷的問題 出現了一個負荷的問題 已經開始 越來越多車 越來越多私家車 那 完全整條道路的摩托系統 不能負荷 加上地鐵 基本上又是出現了 都多到不得了 又是負荷不了的狀況 結果 就要促使到 政府就要開始 去考慮 將軍澳是不是需要 再起多一條道路網絡 就促成了 這個叫做 張南隧道段 剛剛出了隧道段 出了一個小小的隧道 也不是隧道 現在就上斜路 不過我覺得 那些路 好像很迂迴曲折才能去到橋 那 是不是要做多久 好像也不是那麼直接去到橋 看到道路設計上面 我們繼續說回 後來政府在2008年的時候 已經決定要拍板去搞 即是想要搞張南 即是開另一條隧道 去解決交通流量的問題 那 解決交通流量的問題 去到 行憲 行憲是2014 最後拍板去 開始動工 2016年 原計 預計就是 2021年搞定 五年搞定 えー 你也知道 這一兩年 就 疫情 那些狀況 已經延後 去到今年年尾 12月11日,接近一個月,終於完成了 終於可以通車了 預計這條路可以將將軍澳隧道的車分流 我相信這條線,即這一段,是可以幫助車輛做過海的分流 因為這段應該是跟過海的連接是非常好的,會較好些 去其他區又怎樣呢? 去其他區,將南這一段,要出茶果嶺,要出茶果嶺道,然後再轉進去 其實可能那個狀況是要受觀塘工廠區的道路發望情況會受影響 所以,換言之,我覺得分流應該都會做到分流 即是在兩邊隧道之間的分流是會做到的 只不過是出來的時候,即是出九龍段的時候 其實這個問題是在九龍段的時候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分流呢? 這個是一個疑問來的,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一個疑問來的,我覺得 差不多了 你看到那些路呢 真是...又這樣又這樣又這樣 哇,樣子很複雜 樣子都很複雜 樣子都很複雜 好,差不多了 我們一會上來再看看 當是一個... 痕跡 當是一個行車紀錄園 走路紀錄園,記錄一下那些... 那些路段怎麼走呢? 步行... 究竟這百萬行呢 他的行法就是... 他走到差不多近隧道位那裏 U翻車,然後走那條跨海橋 啊... 這裏... 就是主要,你怎麼走呢? 他... 就範園 背景了 幾個洪水 那裏 他.... 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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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轉彎進去將軍澳藍田隧道 這裏鑽進去 這裏應該是進入五桂山 五桂山照鏡環山 這裏是佛場的山 再講一下交通 之前大家聽過的專題也有講過的交通 其實將軍澳隧道的設計 一直以來都在支持省口將軍澳上德 寶林其實都一般 因為始終是繞出來的 山上更加不用說 翠林的更加不用說 但當樓盤很大時 這裏鑽進去變得很失車 尤其是對於遠一點的康城的人來說 將軍澳道的路簡直是堅塞到溫度 康城那些 相信這條路一出現 就可以舒緩到一班 尤其是康城、將軍澳南的私家車的客人 一定是舒緩到的 因為他們這樣走 是會方便 其實是分流到一些人 我覺得兩條隧道對他們來說都方便 只不過是因為將軍澳隧道太多斜遮 各位,在於交通工具又如何呢 自從地鐵,2002年通車之後 你看到很多巴士公司都沒有心機去做 真的沒有心機去做巴士服務 尤其是過海的 包括之前大家聽過我將軍澳專題的 690、691、693等全死了 全部都死光了 死光了還要削減了很多服務 然後跟著所有將軍澳南的 第一輪投標得來的線都差不多死了很大半 因為將軍澳鐵路 為甚麼呢?因為將軍澳鐵路很直接 尤其是直接過海 結果衍生到的需求很大 人們很依賴乘搭鐵路 另一個原因就是將軍澳隧道很失車 令到人們寧願乘地鐵 都不乘搭巴士 有一個憧憬的 就是說如果將軍澳分流時 當大家的車流少時 巴士有沒有競爭力呢? 大家就要待觀察了 話說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引伸到巴士公司新巴和九巴 即現在是新巴 就會打算起一些線 試一下水溫 叫做試水溫 其實現隔來說叫做試水溫 看看可否搶回 可以透過不會失將軍澳隧道的情況下 可以做到可以搶回一班地鐵的客人 我們就來到這個叫張蘭隧道 拍照片 然後就在10時22分出現了 又再走這條彎道 走回這條彎道 這條彎道 沒有記錯 我就說人可以走這條跨灣橋 應該是人可以走的 當然要證實一下 但是這條路也有很多斜的 我想駕駛私家車當然是斜路 當然不怕 但是人走的話 真的 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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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那麼多 斜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這麼好的線 好 這樣就走回來了 這裏是條景嶺,圍景灣伴 那邊應該是日出康城那邊 我現在的鏡頭是日出康城 這條路有很多斜位 這裡是日出的 好,不要拍照 那接下來,就換一條鏡頭 連接到六號鋼線 還未出的6號港線 一公里後就能夠出到 可能出到香港東 今天的煙霞真的多 好,又說一下巴士 新巴也好,九巴也好 接下來就說自己會開一些線 走這條江南橋 江南隧道 第一個就說一下新巴 新巴就會開790去尖沙咀 其實是796P的康城版 康城特快版 還會開795 旺角、荔枝角 其實是795P的康城版 看樣子應該會變795P 另外傳聞就是 新巴也會積極爭取 讓他開一條過海路線去中環灣仔 走這條橋也是 特快做康城 突然撒辣交康城 好像變成一個新白石角 或者新王猴山 新版王猴山 或者新版524區 九巴也不收拾 會開290E 290E 去康城也是直出 去觀塘道 不停站 去葵坊 那些 你看到九巴之友也不斷推銷 新巴之友沒有 新巴之友沒有 新巴之友不見 再開290E 省口其實是假的 最主要是做康城 直出九龍城 旺角 最後也會開 再開那條招標線 就是96 96 很無聊 去科學園 科學園有需求 上班 八石角 我相信沒什麼需求 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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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 去大埔 利用這條橋去做一些 專門做張藍的服務 你看到實立間 康城 兩間巴士公司 想搶一些康城的生意 想搶地鐵 因為地鐵本身有康城站 你看到人們都很靠地鐵 但地鐵本身也有梳 康城的路段也有梳車 而且都坐得久 老實說是很久 雖然是方便 但是很久 巴士公司又想搶這堆生意 當年搶不到的原因 始終 行車時間跟地鐵差不多 但如果巴士還要停下燈位 又要塞車 其實沒什麼好處之下 其實競爭力很低 現在感覺上巴士公司想搶一鋪 搶一鋪是搶什麼呢 就是想搶一搶 如果這段路 將軍澳路段不失車 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競爭力 給自己 你看到兩間巴士公司 都想在康城那裡動手 尤其是進行 康城那段就想動手 想搶這堆客人回來 搶不搶到呢 我覺得觀望 我覺得觀望 最重要是 入張關門出張關門 不要好住張關門 隧道這麼塞車就可以了 一塞車 人們就馬上乘回地鐵了 這是事實來的 好 我們來到跨灣的橋等位 你看到這條跨灣橋 人們在玩風帆 那邊是柴灣 然後呢 後面又有一些紙摺牌 告訴你 如何去九龍西 然後有一道路段 其實康城可以直出 去調景嶺市中心 我不知道 康城的人會不會這樣 直接可以出去呢 咦 那是不是可以 巴士公司也考慮一下 有一些是康城 然後直出去調景嶺 然後再轉張隧 有沒有這樣的辦法呢 就飛了中間那段 你就知道 中間那段 張南的路口 是很限陣的 是不是可以飛了一點點呢 飛了一點點 那些 又多人 那些 即是多燈位的路段 這樣行不行呢 又可以想一下 不過 不過我想那個機會率低一點 我覺得那個機會率低一點 我覺得如果真的專注做康城得快 那就真的要康城直出是最好的 好啦 10點35分 那來到 嘩 這裡應該是地標來的 其實如果這裡 政府做得漂亮一點 下面有一些休氣柱 即是可以走給別人的休氣柱 這個位置其實打卡 打得挺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對面望岸 其實是望海的 其實很多星期六天 很多滑岸風範的人 其實這裡 是漂亮的 其實這個位置是漂亮的 這個位置是挺漂亮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地標位來的 我實在是一個地標打卡位來的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日本就會做這些 做這些觀景台 下面做個小小地下觀景台 小小的公園給你打卡 拍下的 不過香港就好像很少 很少想這件事 就是想到這條橋是一個功能性的東西 明明是可以做多 其實這裡漂亮的 這個景漂亮 其實可以做多一點 其實也不會欠你很多錢 對不對 就很難猜度 政府是怎樣想的 明明是一個海灣來的 海灣通常都有美景看的 是不是 好 那繼續走 你看到 這裡好像是前年的年尾 我一邊吃東西的時候 我看著它 運這個位置過來 運這個位置過來 厲害 真是很厲害的 看著它運過來 哇 終於都差不多整了 我經常都這樣說 唉 老實說 這裡漂亮 老實說 如果有行人路段更加好 這邊看得漂亮 但為什麼不整呢 真的很有趣 其實這段是頗美景的 看著它 你看一下 你看看看看漂亮之海 是不是 對吧 這邊又 你好 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段 這裡有三段路 中間一段不讓人走 是否直入隧道 另一段是正常路 有三段路 香港也少見這種三段路 這裡有三段路 快去到康城 不知哪個位置 U-turn 我還未看到位置 U-turn 喂 喂,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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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可以 好,加油 好,加油 好了,康城 很明顯看到這邊 右手邊,我現在右手邊 這邊是工業村 工業村進出都方便 因為水道近了 又不用塞 不過不是 堆田區的車都會這樣進出 堆田區的車都會這樣進出 哇 真是精彩 最精彩精彩 哈哈 如果將軍路工業村的路線 是否可以出一條快線 我相信795 應該有運行 795 也有運行 可以快出旺角 795 應該也有運行 不過我覺得太重疊了 太重疊了 793就慘了 793開了這麼多資源 那怎麼辦呢 明明795可以代替了這麼多地段服務 是不是 真是很奇怪 做流水 好心就 就不要落到中歐高業村 明知道將來自己會開1995 又會拉到中歐高業村 那 其實我覺得資源應該要分配得好些 因為我覺得是森巴那裏 那裏 無論如何 將來方便受惠 就是工業村和康城 百姓國都還可以 將來又說這裏 公業村這裏 又說起樓 起樓應該又是受惠了這裏 好了 就落到這裏 循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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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原來這兩條是路段 搞錯了 那邊那段 再走回來 循迴位 那段是行人段 真是行人段 這邊才是行人段 這裏是行人段 有時有個隔音瓶隔著了 這段是行人段 現在上去了 U回去 看到將軍路車廠 這裏是康城 沿著這裏就上去了 好 這段行人段 其實也有單車段 感覺上也會有單車段 好 感覺上好像有單車段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又會有個 又會有個通道的 那又有升降機 那又有升降機 這裏是康城 這裏是康城 那這裏呢 就會看到 那裏呢 那裏呢 這裏是行人路段 我相信這裏是單車段 綠色這裏是單車段 應該是單車段 有行人有單車段 有行人有單車段 那裏有行人有公園 對,第二天的人跑步 很棒 不用U轉 即是不用走那個 張軍路南海旁 然後去U轉 日後可以這樣子 大一個口字型 跑步 即是第二天呢 跑步新路線 就是 又都會站 即是這條影領 當然 單程路走這裏 再沿著張軍路南 又可以走一個口字形的跑步段 變成一個超級大跑步段 又多東西看又多東西 又多點東西看又少點重複路段 應該有吸引力的 單車也會有的 少了那個沉悶性的 重複段那麼沉悶 現在時間快到了 這裡回到橋樓的擺位 太大了 始終張南隧道要配合六號鋼線 將來出新界勢,作用才會大 現在的作用比較大 現在的作用不算很大 因為始終都道路網絡未能支持出新界勢 始終有時都不理想 但要配合中九龍鋼線,出新界勢才方便 你說出九龍西方不方便呢 我都覺得一步半 我覺得始終不夠舊路方面 因為九龍西的出口在果欄對出 始終馬路都是滾滾滾滾走出來 我覺得回到彌敦道都差不多 不會差太遠 好,又來回這個 哇,有航拍機,厲害 11點11點11分 差不多到終點了 三個字應該會走到終點位 對,你看到這裡 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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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走到終點位 應該也不用 好了,現在看看景色 說現在畫面 space 這邊的大陸 一邊的廣角 一邊的廣角 拍攝也好 因為拍攝很漂亮 整個漂亮的景色 可以在拍摹 拍攝? 這隻蟲也好,有舊風,又有樓 還有一個小海灣 真的不錯 好,11點21分,終於到終點站了 這裏就是終結位 明天人們可以走經過這段落 跑步都適合用 所以我認為,下板主Tony 希望這一段可以做到的分流 可以做到很多的分流 分流到兩岁之間的不平衡狀況 最重要是九龍出口 希望出口的狀況都很好 拿回一張證書 多謝這張證書 原來是六公里 原來是六公里 好,最後呢 又說今天有290X的特別車 在出口的位置 根本拍不到車 都沒有一個指示牌告訴大家 不過我還是要坐地鐵 這麼近地鐵 眼睛都看到 真是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開賣特別車 又沒有指示牌 好,今集的 這個叫做 張南隧道前瞻的系列 我們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在Transporter Live 就應該要講 將軍澳康城大戰專題 我們下集會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